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认识他 所以找另外的党年青人上来谈谈 我相信听我们和看我们节目 可能很多都是年青人 我找多些年青人上来 也希望他们喜欢 也希望帮助大家了解民主党是这样看的 民权联是这样看的 但我相信你们很多网友 对周浩鼎不会觉得太陌生 因为其实他很活跃的 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就是维园论坛 维园论坛 维园论坛 整天都去的 整天都要问问他 是不是民权联没有人去 其实我们民主党也是不太多人去的 我们都要努力 因为有个平台 我觉得每个人都去 而且谢智峰都挺好的 他各个党都给你发言 都会给他们机会 所以今天很高兴 请了周浩鼎上来 我希望周浩鼎也可以 唱所欲言 唱所欲言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社会上有些意见 就是好像觉得民建联的成员 很多时候就不太说话 不太说话 就是可能 不知道是否党那条线固得很确实 还是怕说话 其实你自己觉得 这个是我代表很多市民 明白明白 只是民主党 大家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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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要他批准的 我都跟他们说声 单座声 有没有很大意见 没有问题 其实我没有说 首先我多谢阿卿姐你邀请我上来 其实我应该是第二次上来阿卿TV 因为之前有一次有 去过哪个人的前面 另一个Victor Victor Chan Bruce他们的节目有请过我 我忘记了名字 但他们有请过我上来 今次第二次 很荣幸 多谢你 很客气 刚才Emily的问题 我都可以说一下 我们因为平时民建联过往来说 有很多兄弟他们做很多地区的工作 所以大家分身了下去的地区工作 看似就好像没有什么人走出来来说话 我其实现在小弟在这里 有个角色就是有空间了 公关注入民间 有空间 我们就走出来又去说一下 其实一向都是有些兄弟上去出来 都是最好有个平台可以大家去说话 不过可能真的太忙 那些兄弟就专注了 可能放多些时间下去 很多地区工作 所以就没有什么抽时间应付这边的东西 现在又多了平台了 我如果有多些机会 又出一下来发现 你知道 好像刚才你也说了 好像刚好城市论坛 其实我去了一年 我每个星期都去 但其实如果发现 我不是每个星期都说话 很多时候我都给其他兄弟 你们多数多少人去 我们不多 四五个左右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自己就觉得 人又不用说很多 因为你去到港 你始终都是一个 是吧 但是又想给一些机会 其他人又试一下 又可以多个平台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就去吧 每个星期 就算我不去说话 或者我都坐在那里 跟一些兄弟一起 你加入了民建联多久? 七年了 七年了 我零四年入的 但是你又不是创党? 不是 七年了 我不像那么老 你现在多少年了 二十周年了 二十周年了 我当晚也有来 是的 我又见到你 那晚我们会庆那里见到你 那时候你多少岁 你加入民建联那时候? 我加入民建联 减七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是二十多岁 年龄秘密 有没有搞错 那年龄秘密 那你现在就说在做律师? 在做律师 是 我记得好几年前 我看这个节目也好像说过 有时候跟曾药成聊天 曾药成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 有时候见到那些年龄女儿 就问你在哪里做事 他说我在民建联那里做 我问你在哪里做事 我在民建联那里做 你为什么在民建联那里做 你整天觉得有没有搞错 我要在民建联做事 就要解释 要解释 在民主党就好像理所当然 你觉不觉得有人 当你告诉别人 我是民建联 你为什么在民建联 有没有人说得跳起问你 起初 你从实招来 坦白是从宽 其实早年的时候 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其实纯粹是不知道 他想问 不是因为 为什么你要进去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香港人 什么是民建联 什么是民建联 都不知道 什么是参政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有个好奇 想要知道 为什么你会想做 现在时间久了 人们见到多了做 很多功夫 知道你慢慢在做什么 那种好奇心自然就减低了 但的确你刚才问的问题 也有 就是有人会这样问 那你怎么回答别人呢 好像我们现在的听众 观众都问 有问吗 你为什么又问你 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讲讲故事 因为我其实很多地方都讲过 那时候你十多岁了 不是 我二十多岁了 我学不回来 那现在又二十多 就是二十多头 不是二十多了 现在不是二十多了 现在三十多了 三十头 三十头 那时候是否在读书 在读书 因为我回到 其实我讲少少故事 少少背景 我自己本身 我由小学到中学 我很喜欢读中国历史 那 你在哪里读 是否可以 没所谓 小学就是在太古小学 太古小学 即是在太古城 在太古城旁 在西湾河 中学呢 在朱而聪那头 中学我就在中国父女会中学 中国父女会中学 在西湾河 是吗 又在太古城旁 因为我住在太古城 所以那些学校都差不多在那里 那些不是我们当时说 左派外国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读的那些学校 你继续说 我当年 我自己本身 很喜欢读中国历史 是 很小的时候 整天都在想 如果我长大了 可不可以帮中国做些东西 大概只有想字 不会真的移动 后来我就过到英国 我就读过技术学校 在哪里读 我读是Uppingham School 我读那间就是 其实有些校友你都可能认识的 哪个? 李国宝也是我们校友 哦 很实识 很实识 这么说 接着读哪间大学? 大学就在LSE LSE? 不是校友 我知道 所以 你是学底 哪个那次都来过 陈旭暉也说是学底 也是 有很多学底上来 所以我就说 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对 政治学院讨什么 我是讨经济的 我中学是讨经济的 我所知你以前是 那时是学中学是吗 我是 我知道你是学中学 国际关系 所以我就 那段时期 讀完回来 我不是立刻加入的 我讀完回来就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不是做律师 没有 我回来不是一开始做律师 我回来工作 接着之后 又走去督察 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是想的 我一直在想 如果经常说想帮中国做些事 你也要有一个渠道才行 我觉得经常只把口说也不好 我想真的负诸实行 后来2004年的时候 我就想加入民建联 因为爱国爱港阵营 当时来说最奇致鲜明 我自己很坦白说 我真的觉得 我如果想帮中国做些事 我是希望有一个渠道 还有当时 谁介绍你入党 没有自己非来猛 那他们不是很怀疑会不会 没有怀疑 这个周定人是非来猛 当年我记得我做 就是我进去加入的时候 有个人就这样普通讨论 见一面 就是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当时来说他也是没有的 就这样谈谈 想知道为什么你又想加入 谁来的那个 我记得是简志豪 简sir 都是我们民建联的领导层来的 他很好 他当时只是问我 你为什么想加入 你想将来有什么机会 可以让你发挥到 想怎样 那很友善 那时候我说完 就加入了 之后就一直由2004年 一直到现在 就是7年时间 我现在看到有一件事 可以分享一下 当时加入的时候 到现在有一件事不变 就是始终民建联 投放在青年人的培养方面 他的资源是很多 他摆的力度是很大 所以为什么经常说来说去说 参与如果你说各级选举 就是说区议会选举 都是会摆很多年轻人出来的 我们有两位比较年轻的立法会员 Stary和克勤两位 所以你看到在这方面 他摆了很多的力度 就是下去栽培那些年轻人 我觉得这件事是做得对的 始终都是 无论你每一个组织都好 都会有机会会接班交棒 他就一直有些梯队让他上 你经常去维园的城市流行 也有其他年轻人 对的 大家有对骂 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是不是觉得 民建联和其他组织的年轻人 真的很不同 其实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社会为什么会有些人 又经常骂你们民建联 你们怎么看呢 我想又这么说 因为支持我们的人 很多是沉默的 大多数真的不出声 实际说我都不知道多少沉默的 支持我 不过又回应刚刚你所说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如果我去到城市论坛 我经常都觉得一个社会 不怕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我经常都说 你英国的议会 你看 里面大家互相变过的 对不对 如果你说说 每个议会都变过 对 每个议会都变过 对 每个议会都变过 不是正常的 因为你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人说粗话的 我们说可能说的时候 面红耳赤一点 是吧 但不是收起来 我们起码 不要说说完 那大家就拿这件事出来说 但是为何 文化是好的 周老鼎 其实你对我们来说 比较是个疑数 因为 有时候电子传媒 他搞些事情 就聘请我们上去 他有时候不是聘请一个 他最好聘请几个党派 我是无数次听到主持人说 民建联他是不来 其实我说他不来他的事 他说不是 他不来 我们就不做了 我说你真是死得了 所以你就被民建联操控了你 我们经常觉得 民建联是很多事情 他是不敢 或者不想 或者不肯 出来 跟你去辩论 去辩论 去辩论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你们党内有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 是否应该鼓励党员 无论年纪大 年纪小 无论男或者女 都要出去接招 去说 我想问 是否其他建制派都少出的 你觉得对 是 为什么我们不会太过 为什么大家可以说 针对也好 讨论民建联 要是我们大党 你最大的党 对 我认为你二万多人 我认为你一个人 我认为我刘银行 我们大党 对 我们大党 但很多时缺席 所以我说不理 民建联不来 照去 但我们不会去 如果不是又不公道 我现在选举 平均时间 但是很多傳媒就讓你們這樣搞 他們說我們不做了 你這個黨你知不知道有這些事 還有你們內部有沒有討論過 是不是有一個政策 是呀 我們故意不去的 就令到他們沒得搞 就我所知 就不會這樣說 故意叫我不去的 不是叫你 我說你的黨 你們內部有沒有討論過 就是說很多人找我們去 我們每次都給他們吃檸檬 你知不知道有這些事 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後面那麼多操作 不是後面 是前面 前面那些操作 很多東西不去 你知不知道你的黨 我沒有這樣見到 沒有見到 事實上如果你說 如果有時你說有些節目 或者什麼沒得去 有很多時候我的觀感最多 就是可能那些議員 他可能有其他工作在做 可能他真的撞了時間 例如我今天上來 我真的撞到我馬上就會上來 如果可能你約我第二個時間 我約過你 你約過你 上次我不在 那這個一定是 如果再約我馬上就會上來 但你這麼大的黨 真是你們又有第一、第二、第三發言人 是 其實就不是誰撞了時間 而是我們看到他不會來的 那就是是不是有些事情 你們是不想和別人辯論 或者不想面對社會 就是你們是否… 這個我是想問最深層次的問題 我又覺得不會的 你覺得不是嗎 我覺得不會的 至少我覺得有什麼… 好像很簡單 至少我感覺 我個人觀感 我覺得有些事情 都是面對群眾的好事 那就好 所以我今天也要來 我多謝你 所以我也希望你把我們有些意見 帶回你的黨 反映回我 當然有時候有些誤會 就是想法 我也不知道誤會還是政策 那說起來就要讚賞周浩鼎 因為我其實不是認識你很久 但是有一次就比較見得久 就是好幾個月前去中文大學 是呀我又在 當時有班學生 又是我 有班學生就好像是那些大學生 搞些事給中學生 現在是挺好的 很多時候我也有些場合去 我現在經常都去這些 是 那就好 這樣我就去 但是我們那些去月 我們就多數去每一節 你來那裡說完就走的 是 但是周浩鼎一直坐在那裡 其實他也有一節 不過他那一節是下午的 最後是 但是他又說 當然別人當然歡迎你 老實說 就算我去任何一個議員 坐在全場 他一定會歡迎 但是我們的時間未必安排 而他請我們那時候 就叫我們去那一節 是 我看到周浩鼎 他又一直坐在那裡 我說完些事 我當然有批評民建聯 他又起身回應 我也有去回應 對 那我覺得就挺好 因為我很多時候 那些日 可能你會做議員 或者你不做議員 即是有些事 即是你坐在那裡長一點去聽 就好過 就是那個位置 自己去現身 那就馬上走 對 所以那次我就覺得周浩鼎挺好 他肯去聽 多謝你 那次你是不是代表民建聯說話 對 代表民建聯說話 對 那就挺好 因為其他那些是立法會議員 只有我一個不是 民建聯派一個青年民建聯主席 主席又出來說 喂 你們青年民建聯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因為不是最近 好像去年 你們有時候也請一些學者 有的 有時候也會 有些學者說 我們去民建聯說話 我們就說 是嗎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過你那些 你們 我們說 為甚麼 因為我們也會請一些學者 其實很多黨都會 有個學者很有趣去回答 他說 沒有甚麼 為甚麼 他說他們不是怎麼發聲 他不會有些事跟你激烈去辯論 辯論 或者有甚麼去問 他 最少這個學者 他看到的印象 是一班人 坐在那裡 就是聽聽聽聽完 可能問兩個 真的很安靜 給了他的印象 未必這班人是沒有腦 但是這班人是很小心的 他是不會輕易說話的 甚至因為這個學者是外人 他就更加慘 他就覺得 怕著 真的會說錯話 就算在閉門的會 是不是真的 這麼大心理威脅 做民建聯成員 我又覺得沒甚麼 其實 我需要知道的東西 其實只不過就是 有很多時候 就算我要表達某一個觀點 基本上來講 跟黨說要我要怎麼說 也有些差距 也不一定完全適合 你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當然 黨有一個政策 你當然沒理由去反對 我們民主黨也不會覺得 但是那個空間是很大的 比較大的 你從學者來到 大家都不太感受 他可能不知道會不會很熟 可能比較內檢 我怕可能會員 即你覺得他不太熟 可能他不太熟 可能那些年輕人 可能就算想說 如果對我這麼對 我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在 我不知道 有些我也見過 如果遇到對的題目 小朋友可能是 知道的比較清楚 他比較熟悉 可能他說的比較熱烈 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當日說的題目是怎樣 但是你覺得 不是應該說黨會 或者不知為何令到每個人都很害怕 沒有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 就你剛才說的 因為文化問題 我自己經常覺得 我們中國人很內檢 就是好像上課 你代表你自己說 好吧 我也是中國人 我明白 雖然是回不到大陸的中國人 我明白 隨時都會回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 我明白 但是普遍 我是觀感上覺得 以前我在英國 我看到學生很踴躍舉手法文 是的 其實這個 他不理你三七十一 我總之是覺得有問題 哪怕是一條 可能有些人認為 不是那麼聰明的問題也好 別人都是照樣大膽地拿出來說 會問的 我反而覺得這個文化是挺好的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小朋友 那你明年就有這個文化嗎 現在我見到現在的年輕人說 他其實普遍來說都很踴躍的 如果你說他 只不過 可能你說的 他有些場合 可能他怕 喂 會不會我不是很懂 那樣東西 亂說 會不會出陽相 純粹是怕出陽相 怕自己好像 告訴別人 我又不太熟 我免得說 那你都是說話 你叫一個人回來說話 是的 所以就是文化問題 不懂就問他 等於我不懂 我也不怕說自己 我最想問你 是不是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事情都不太方便 去自由表達 可能因為表達了 跟黨中央的看法 是有些出入 就會有問題 主要是這個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說一個團隊 我想每一個黨派都是 每一個團隊 有些政策定下來 大家談好了 大概 那個方向會是這樣 不會說走得很遠 但也有些空間 我也希望這種東西 即我們現在有的空間 給我們年輕人 其實是有存在 其實都可以去說 可以去說 只不過你說的 可能 你知道我們平台又不多 即我們… 內部開的那些會 就是平台 但我對公眾的平台不多 那些就是你自己創造的 自己創造的 我告訴你真好 其實很多傳媒 都想訪問你們民建聯 和大家其他人一起 所以你要說話 就不能說沒有平台 沒有平台 你們自肺武功 別人叫你不去 那你當然沒有 我想問問你 剛才你說民建聯 給那麼多機會 年輕人 今次區議會 你不是區議員 我不是 你會不會想是嗎 我今年應該不會 都不會去 但有幾多年輕人 會想去選 今年 都很多 即你們的黨是鼓勵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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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自己就不想 我自己就… 你不想參選 我不是我想 但我暫時 未遇到個正確的機會 所以就… 甚麼叫正確的 明年立法會 是否正確的機會 我說未必的 我都說了 排隊排柴灣排到上環 都未輪到小弟 嘩 為甚麼 阿譚耀宗聽見你說 他現在很開心 周浩鼎 如指可教 其實我們黨裏面有很多 比我做得更加好的 我想問問你 你說要排隊 是的 因為我們民主黨 都是… 年輕人都在那裡吵 那些又不是排隊 我們會有個機制 機制就是大家去跑 跑完就去陰選 用各樣的東西去陰選 那誰是最突出的 就去吧 不是排隊的人 有時候排隊的人被人打尖 這些是怎樣陰選 我們都有陰選的 不過我們很多… 是大哥大姐去陰選 你以為誰陰選 我們有個委員會 我們有個選舉委員會 自己組成了 所以裡面會安排… 誰是主席 是否秘密 嘩 選舉委員會我不是坐在裡面的 誰是主席 你都說不出 你們的主席 是的 我們選舉委員會主席 是楊森博士 OK 那裡面因為… 老實說 事實上你說 這麼多年輕人 大家互相都是… 希望在自己工作崗位裏做好 是吧 即是有些事情 可以交到功課出來給人看 我們有這麼鼓勵年輕人去 那你一定有個平台 讓他們互相大家跑一下 是有的 是有的 如果不是你… 我不能夠說 我現在要A A去上 B又覺得 為何要A呢 是吧 是呀 是呀 他整個愛徒 是這樣的 不是 Stary事實上 你看看 其實他過往的工作 或者各樣東西的成績 在黨內都有目共睹 他區議員都做了十多年 是呀 他做了很久 大家都有一定那個… 對他的認受性 或者在整個組織裏面 知名度也好 或者對他的認受性也好 或者對他的工作上表現的認同 大家都是見到的 他最近還當選副主席 是呀 是呀 是不是高票當選 高票當選 你說起李慧琼 是 最近當他選了做 你們有多少個副主席 我們有四位 四個 他是其中一個 是呀 一出完之後 那些新聞就繼續去了 是 就說明年 因為老婆說多虧我們民主黨 去年 一齊和你們一齊 通過的政制 就多了十席 我也是對的 真的說真的 一會再說 謝謝你 我覺得是對的 十席 就是多了五席地區直選 五席的區議會 工人組別的五席 全世界都虎視眈眈 因為那個是三百幾萬人選 是呀 我猜民建聯一定會派人去選 是 那就說 李慧琼就去選那個位 代表民建聯 然後又有一張報紙就說 李慧琼就是民建聯第一個女主席 我看到李慧琼很慘 很大壓力 還有不單止有些報紙就說他開始被人插 你有沒有份插他 我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會這樣 你說給我聽 但李慧琼的苦口苦面好像很大壓力 其實他這個壓力就真是老老實實說 無情情突然間這樣被所有報紙這樣說下去 人人都會有些壓力 但你們有沒有人是真的會這樣想呢 即是他就這樣鋪排 他 我 現在暫時來說你說對於超級區議會 大家的選舉委員會或者裡面 黨團裡面有沒有什麼決定 我就知道就沒有 因為根本還沒有這麼快要動 講選了11月 也有時間 但有件事就是說 當然我也有看報紙 看報紙見到 是的 呼聲又很高 大家都知道是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呼聲很高 不是 報紙這樣說 我現在問你文件去哪 他當然有一定認受性 一定有人會想想誰去選這個位 譚耀宗就不會去選 因為譚耀宗都不是區議員 是吧 那誰去選 陳阿勤已經都不是區議員 他只定位一個李慧琳的區議員 一是黃蓉根 黃蓉根都說不會去選 張學明 但張學明是鄉月郭那邊多點 是 陳鑑林 陳鑑林說他上了課說要退休 是 那誰去選 是 你有這樣的判斷和他的想法 我覺得不出奇 不過我自己會覺得 還有一個葉國謙 他一切有他在那個 現在按你剛才說的分析的看法 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都一點都不出奇 而且他也都 我這樣說 我剛才也說 他在黨內的認受性 和他現在做工作 或者市民代眾 對他有一定的期望 都應該 至於你說到時是怎樣 我就不知 你不知 或者你自己想是怎樣 你告訴我 我說我又沒有想到 他又不關我事 說真的 我不是說他 我是說你覺得黨 是應該怎樣處理五席 明年 我們當然是說要派人參選 希望到 是嗎 一定會 一定會 我想每個人都想 每個人都想派人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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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又覺得 你青年民建聯應該爭取去 不過你又糟 我相信你民建聯 不過我看到李慧琦又這樣又噗噗噗 你有這樣的想法 不出奇 是嗎 這樣的分析 明年直選都多五席 其實很多人都當然是 希望自己有些進帳 是 你覺得民建聯會不會有進帳 在地區直選那裏 地區直選會不會有進帳 這個好看我們整個選舉時候的氣氛 各樣東西 你覺得會怎樣 我自己 不是我樂觀的 因為始終都 我自己會覺得 不是自己推銷自己 民建聯始終都做過很多地區工作 功夫 這個都是希望告訴別人 我們是有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你們怎樣跟其他那些 有些俗語叫保安黨 如果不是就叫建制 建制 是 怎樣大家去協調 因為其實沒有協調 就是各自為政去選的 很多時候各自為政 不是 有些不是很政得多 各自為政 不是 你自己是否很贊成你們自己去協調 我 喂 如果你說真的協調 別人聽不聽我這樣協調才可以 我去講 很簡單 我現在說 不是你 當然是你的黨 別人也未必一定聽我們說 但是原則上你覺得是否好事 如果反過來 我又問你 如果你們有協調 你們會否有協調 區議會選舉 大家都知道 整個法民主派 有商有糧大家談 但是沒有事情是勉強的 大家如果提出意見 同意就一起做 不同意就沒有 但是立法會選舉 哪有協調 人家擺出來九個位 難道你說我協調 你不要選 給我選債 不可能 但是我就不知道你們那邊是怎樣 你們那邊有時候 看出人的時候 好像又是有些協調 好像而已 但是有很多你說想去協調 人家是未必理你的 所以要找西環出來理 他也沒有空理我們 西環你會沒有空理 西環當然要你 沒有那麼空理這些事 事實上 因為現在很老實說 我覺得各自為政 會比較清楚一點是這樣 因為老實說 我都說 我說是這樣 人家未必一定同意 你這個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你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立法會 我們民主派 每個星期五就說 開個飯盒會 飯盒會 沒有飯吃的 沒有盒也沒有 沒有飯吃的 你有盒你就自己拿來 名字是叫做 吃飯的時間開 所以叫做飯盒會 有些議員 真的自己拿過飯盒 有些沒得吃 就看著它 慢慢流水 有這個做法 而且老實說 我自己幾年前已經建議 我是很贊成合作的 所以有些八黨共識 很多我都建議 因為我是想做成事 而我知道 如果你單打獨鬥 你是做不成的 做不成事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是去合作 有個飯盒會 談到一些事情 當然不是完全十全十美 但有些事情是大家談過 最少我知道你怎麼想 如果就算不同意見 最少大家明白 如果可以說服 就更加好 我聽聞 你們建制派 有想做 當然是你主席要出面 怎知道 搞不定 即是你所說 即是各自為政 後來新聞最終要看到 就是吃一頓晚飯 就是要中聯辦在那裡 真是大件事 但是不是一些特別議題 或者… 不是 其實我聽聞 就是他們是想 就是好像訪校我們這樣 即是有個論誌成員來開會 開會來談談 其實這個原則是很好的 但是一當提出來 大哥你聞見你坐在那裡 誰都知道他最大的 其他那些當然 真的調戲不順 我為何要跟你呢 那我很難… 我也說了 我不是叫你不拍 我解釋給他聽 是很難控制到… 你當然是控制不到的 你想被立法會來罵死你 很難控制 我意思是說 你沒辦法去影… 基本上你沒甚麼辦法 影響到別人的想法 有時候是這樣的 除非… 除非你去到西環 所以為何那次葉劉淑儀出來選地區 即是保選馬力那次 她出來 又是你們幫她 她公開都說 你們都說 你是說她 哇 幫完她 大件事 那些票借了 沒有回頭 喂 我投了葉劉 我以後都投葉劉 你說多慘 那是沒有辦法 那是沒有辦法 我也說了 但不是 今次有個區議會補選 因為葉劉她的助手 無緣無故被蔡英權潛去做 是 這樣她又再補選了 是 你們又去幫她 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葉劉 如果沒有民建聯 你又做哪有葉劉 我們是友好 我們作為… 這樣說 作為第一大政黨 我們都… 有好 有時別人要我們幫忙 我們覺得好 那就幫一幫 那梁美芬出來 都是你們 還是工聯會幫忙 所以你… 我只能夠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作為第一大政黨 你做大黨 有好處又懷處 做大黨 當然別人覺得 你最大了 人家都可能問問你 但是做大黨 也有些所謂包袱 老實說 有甚麼事 萬一發生了 或者… 第一個 一定找過頭 就是說 又是民建聯 但是很慘 所以… 無情情都要… 難道有甚麼事發生 都不找你 你開心嗎? 找的意思是… 不是問你 可能已經是 又是你們 那有甚麼辦法 所以做大黨 周浩鼎 你可不可以說給我們聽眾 觀眾聽 你們民建聯 和中聯辦的關係是怎樣 自由黨 你那段時間看到 是 哇!幾十人 勇去中聯辦 又吃飯又不知道做甚麼 我們沒有的 其實… 你們怎樣? 沒有的 沒有人找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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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和他的關係是怎樣 不是跟其他各個政黨一樣 不是啊 我們沒有甚麼關係 你真是天真 我們其他政黨 我要用江澤民那句話說 你太簡單了 有時會很慘 其實江澤民現在怎樣 你知道嗎? 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我看完報紙 又這樣 我以為你看亞視 亞視就是一報了出來 又這樣 哇!過兩天又這樣 真是不知道 中聯辦真的大家沒有甚麼 沒有的 你們沒有定期開會 當然不會 不是 他哪有這麼有空理我們 就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喂!你又開玩笑 他真是最有空理 他不知道甚麼地區很多的部長 周慧走 真的沒有甚麼 那北京呢? 哇!中聯辦都不理我 北京怎會理我 不是 你不要經常說 抱著我來理我 說文件 沒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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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幾年前 就好像文件聯辦上去 就好像試過第一次 就是當為一個政黨 他見你們 因為以前中央是很戒懷 政黨 所以… 哪個政黨 他好像不是很想承認那個身份 所以你去呢 就用… 全體 各界 你們知道左派最喜歡甚麼 都各界 各界那些去 但是呢 千多次就有一個改變 是 就是確認了文件聯辦 還要贈了你 不知道多少字 是 郭澤民 那次你有沒有份去 沒有 那這個 那這個 你覺得是中央對於接受政黨 那個是 都有些少改變呢 我覺得他… 我不敢… 純粹我自己本人個人意見 這個你全是周浩鼎的個人意見 你不用每一句都說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民建團就是這樣 講話都要… 不用怕 我都說 我沒有人掛你代表文件 我覺得你自己怎麼看中央 我看的看法就是 中央對於香港的政黨 那個認同性是大了的 我覺得一定是大了的 因為以前… 我應該做一陣子 又是跟上過另一個節目 在Now的大明大方 又是有講過 二十多年前 以前八十年代 據聞好像李鵬飛說 經常說想搞組黨 那個各樣… 即即即是連當時 可能香港市民聽到那個黨字 都好像覺得 是甚麼來的 或者是好嗎 因為我不知道 以前我們中國人 經常說那些黨爭 好像有些很負面的 我經常擔心 擔心到國民黨 但是… 但是… 經過了這麼多年來 尤其是回歸以後 我們這麼多政黨 一直在發展 那個議會的文化 到現在這一步 我覺得中央對於那個政黨 這個認受性是高了的 我感覺 所以… 對於那個… 所謂你說 有那個香港的政黨 甚至乎 廣軟都一步 如果你說將來 要有一個所謂的執政黨 你知道現在我們香港… 沒有所謂 執政是執政 不用所謂 行政長官 沒有那個黨派的身份 即是一直都… 你們是啦 你們… 這個本地立法 你們就是要支持這樣 不准他有黨籍 不是呀 我只是說覺得要有的 其實… 為甚麼… 每次投票他都一定要有黨籍 反正自由黨都不贊成 要在那裏有這樣的… 即卡住他 不是 他意思是甚麼 他意思是說他贊成有黨籍 自由黨當然贊成 贊成有黨籍 我… 我現在這樣看 你都贊成有黨籍 但你知道你的黨 就是要支持了 投了票就是不准有黨籍 即是現在那個行政長官的那個條例 的安排就是 如果你有黨籍 你都可以去參選 但是如果你當選 之後你就要… 要退黨 退黨 不過我覺得有些事情 他那個步伐 他其實是正在行的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 蘇錦良 就是我們文健聯的成員 現在做了局長 現在做了局長 當然坊間有爭議 蘇錦良也上過這個節目 也上過 當然坊間有爭議又說 現在是否你應該做了局長 又要… 退黨 又要退黨 有個這樣的爭議 當然不需要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這個就走了一步 因為如果你是有一個政黨的身份 而是入了局 其實正正體現了問責制本身 你就是希望給政黨去參與 還有我甚至乎說遠一點 根本我自己覺得 現在經過失衡了這麼久 甚麼失衡 就是那個管治失衡 管治失衡 真厲害 管治失衡 管治失衡 如果你說下一屆的一個 未來 就是那個政府 是不是應該要想想 將來那些問責局 是不是可以其他 甚至乎泛民主派都有成員在裡面 因為你有時很多時候是分享權力 就是大家做 你有些事情 不是說甚麼而是 你起碼 你對某樣政策有個期望 我不是都嘗試放手給你去做 你這樣才是一個 大家一個所謂 有得參與 不是說說 我就將你排除在外 我覺得整體對香港 是應該這樣的行法 你說民主派有人去做局長 是是是 我相信從我們民主黨的角度 我們當然是不排除可以去執政 但是那個過程是要透過一個選舉 選完舉 有個黨他想執政 但他不夠票 他不夠人 好似英國那樣 跟另外一個黨 組成一個執政聯盟 合組執政聯盟 大家去做 就是一件事 就不是另外一個人 可能透過小圈子 就走了去做行政長官 然後就說 民建聯 你們這幾個做 民主黨你們這幾個做 我相信民主黨就很難扯這些 就是我無端端 你就叫我去做 如果我們透過這個投票箱 一起選出來 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大家做個聯盟 這是一件事 但是如果不是 我給你一個陰點 你 劉慧卿給你做 老實說 你真的不要開玩笑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這個分別 即是很難的 但是呢 即是怎樣 將來的政制 怎樣去發展 各樣東西 我相信年青人的意見 大家是要聽的 包括李民建聯要聽 那現在這個很實際的問題 放在我們面前 行政長官選舉 所以我們建議的政制發展 就是要透過多黨制 透過互相競爭 然後組成這個執政黨出現 我們是反對一黨專政的 所以你說立法會選舉 或者這個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 政黨都應該去參加的 即就算你說民主黨參加 明年那個小圈子一定選不到 全世界都知道的了 不過我們這個月尾都要開個黨大會 去說好不好參加 我自己是很有保留的 但是我覺得 北京可以接受那些政黨 例如你民建聯 都說我不參加 譚耀宗人家問他 那次我說完 政黨應該參加 包括北京可以接受那些 記者馬上去問譚耀宗 你們民建聯會不會參加 含著我們民建聯不參加 喂 他當然沒有問過你 你覺得民建聯是否應該不參加呢 你 又是否要去彩道等北京說 民建聯你跑吧 那你就跑 民建聯不准跑 那你就不要跑 是不是這樣的呢 民建聯要找人去參加呢 你要有一個人選定了出來 你覺得你們真的沒有人才 又不是 不是 我們不是沒有 是的 但是你現在整個 如果你說2012 你整個選舉 當然是說2012 對 不是說2017 說2012 我自己會覺得 好像醞釀來講 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時間比較短了一些 因為你說2012 多年 不是啊 那你很多時候 你別一句 那2012有選舉 你早就知道了 不是說 你突然一石頭爆出來 喂 2012、3月要選舉 就是你黨從來都不穩養 不是不穩養 你是中常委 不是 我就是說 現在時間來講 在這一刻來講 是比較慢了一些 就是會遲了一些 但是 都有可能的 有可能 就是我經常都說 就是說 在我們民建聯去 如果要說回我們的版本 如果我們要找人去加入 那個執政的團隊來講 第一 你看到蘇錦良 現在都做了局長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我把口說 沒有說出來 但是實際上是做了 他很冷靜 如果你說蘇錦良 現在做了局長 他都叫做談一步 那你劉江華 是甚麼呢 是了 不是了 還有幾個政治助理 我現在都說不出那些名字 你能不能說出呢 問我 我怎麼說 我做不到的 民建聯的政治助理 民建聯的政治助理 我能說出 張文韜 張文韜是誰的局 張文韜是發展局 張文韜是發展局 徐英偉是民政事務局 他有沒有 沒有 只有兩個 那你聰明一點 那次我叫蘇錦良上來 蘇錦良上來 我辦事 我問他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是 他都說不完 那他應該要 現在太多立法會議員了 因為他要處理更重要 是 我小人 你不用幫他 去見護 回去選舉 是 選舉 你自己個人 你不覺得 你黨應該去參加嗎 人家人人人都會看 現在那幾個所謂疑似 當然他自己很願意做 但是他不敢說 其實選舉 我要去選舉 我又不是在床下底選 我當然要告訴別人 但是沒有人敢出來 他怕是否計算他的選舉經費 你那個有千多萬 就不是不緊張 最重要是計算 他爆的 最重要是計算是北京 我怕他爆 你花什麼錢 今天就這樣說 你真是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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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呢 就等著那裏 行了 那就去吧 握手 其他那些 就下班了 即是 現在的制度就是慘在感 你和我都知道 難道那1200人 那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你覺得他真的有自由的意志 去選擇他喜歡的人 不是 我覺得 又不能夠這樣說 你1200人成立出來 做一個選舉 還有 你還未成立這1200人之前 我不是說究竟 你整個 你不要中興夾雜 這個我記得你說過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 所以我都要快些要將這件事 大家互相都要檢討先 不要中興夾雜 這個我經常都會說 如果你組成了 那你其實基本上來說 這一班人都要聽一聽香港普遍市民的意見 他不能夠就這樣 他現在聽北京意見 但是我當你對 你說只是聽北京意見 我記得多時都對 但北京都要看你香港的意見 是嗎 你不能夠就這樣 即是你很簡單 當然你說得對 如果有一個是真是神憎鬼厭到不得了的 那北京去委任他 我有些親戚一直都說 誰做我立刻上街了 但是呢 現在擺出來的三個 我就看不到誰是香港人拍攔手掌 如果真的有一個拍攔手掌 甚麼都碰了 我相信北京都碰了他 我又不評論他三個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特首如果他沒有一個一定的民望 或者不為香港市民普遍所接受 你北京到最後 即是被你去做這樣算 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民望 不能夠說太多 我相信不只是民望 你都留意到報紙部你們的副主席劉剛華 那次出席那個 有個研討會 一國兩制還是誰那些搞 他說下一次 誰做都死 真的很笑 他說誰做都死 你同不同意 我又這樣說 如果現時按照我剛才說的說法 沒有辦法分享權力出來 我真的有些擔心下個再上去又是出事 所以不是我自己在亂說 的而且我剛才說過 這裏你是可以說的 如果他說因為大家沒有一個普選機制去選出來 大家都不肯嘗試去做一做 我覺得又有個問題 如果你說2017年我們說的那個特首都算 即是現在一開始我們說了已經有普選 其實你走去這一關 是不是2012年都可以試一下呢 如果你說其實大家一人走一步 如果你說政府分享權力出來 怎麽樣是 不是就是如果政府分享到權力出來 怎麽樣分發 那分享權力就是一個執政團隊裏面 可能都有你們在裏的 有你們泛民主派 不只是說你民主黨 我講的是其他泛民主派都可以 即是你民主政府那麽就是 即是有各個黨派的人 你嘗試走到這一步 為你將來整個去到最後的保存機制都有幫助 民建聯有沒有談過這些事情 沒有啦 很明顯 我有跟那些兄弟談一下 你自己有跟那些兄弟談一下 我自己跟那些兄弟談一下 即是中委、中常委就沒有談 自己談一下 都有討論一下 不過未… 我未見過你們那些 在立法會那些民建聯議員提過這些事情出來 那麽我提了 那麽好 但是站在香港長遠整個 整個看法來講 我覺得可以想的 即是一個方向可以想 都是分回去 即是你覺得民建聯是不適宜派的人出來 因為現在這麽短時間 沒有得尹養 我自己這樣覺得 你找一個 不怕 三個有什麽問題 你多加一個 但現在不是加一個問題 其實你如果要去選特首 你是說要整個班底 即是我們很多班底要處理 如果你成二萬多黨員都沒有班底 那三個我不知道他有什麽班底 另外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那三個 你說班底 當然一件事 但你在立法會 你有多少票 這個跟班底同樣重要的 你當然有一個團隊 有司長局長當然很好 但你在立法會有多少票 你有沒有數過他三個有多少票 你知不知 他三個有沒有多少票 我三個個別我又數不到 加起來我又數不到 完全我數不到 我未聽過有誰說 因為他都沒有周圍這樣問 事實上很難的 為什麽呢 你不用跟他解釋 我只不過一個個人觀感 如果你說他現在這一刻 問哪一個黨派會給票 都沒有人肯答他 你想想我會不會這樣跟他說 你立法會裏面六十個 我跟你說 以後你就支持我 那怎麽行 為什麽不行 都未見到他的政綱 三個人連政綱都未有 周浩鼎 你三個人都未有政綱 我怎麽支持你 所以他意思是說 他去到這個階段 你去問他要不支持他 很難回答 不過我覺得 你覺得班底重要 但你覺得是否很重要 班底重要 班底重要 但是議會的穩定支持 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都要他做得好才可以 不是 當然這個就是因為他不認識你 但是有些如果你是黨裏面的人 而一個做了行政長官 和一個黨 雖然可能要退了黨 那就不同了 當然都是要做得好 但是做不做得好 就是整個黨在一起 所以這些邏輯 在其他文明的地方就是這樣 有個人 大家透過投票選上去 最高的一個就是做頭 其他就是一層一層做官 現在這幾個出來什麼都沒有 如果他 我就是說 所以如果分享權力的想法 就是說 如果他各個黨派 哪個選到 他也有邀請了去執政 起碼就那個政策來講 我起碼得到你支持 但是別人有些更直接的方法 就是你大黨去選到 我們上個星期六 上個星期六 就是有個電視 電台節目 你劉江華也在 我們幾個 不約而同 都說把整個參選 不是說我們要給他票 而且民建聯也不需要我們拿票 但是老實說 在今時今日 我相信你說看看左派 建制派 是不是你可以扔個名字出來 大家不約而同 會說好啊 他去啊 我相信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其實 如果你說當一個 現在一個課題的研究 我覺得可以想的 課題 你整個選舉 整個有個機器 就是大家要有一個班底 你說如果真的有這麼大的聲音 走出來說 不如說真的找曾主席出來選 那你們願不願意 都真的支持他先 如果你說 支持什麼 支持他真的出去選 是啊 真的去選 我們是支持他參選 我們建議他去 其實呢 不是說只是他 我們呢 我自己 是建議所有政黨的人 都應該去 所以你說民主黨自己都去 去試一下 但是民主黨是沒有機會贏的 那你其他建制派的政黨 是有機會贏的 就去吧 現在那班人都沒有政黨 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贏 都去 是這樣的 那我就 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 你起碼 我就算找個人去參選 這樣算 他不是說只有我們一把聲 這樣說 都要你們其他人 都要 其他黨都要有些支持才行 我們不是跟他講話的 周浩鼎 現在要 喂 如果去到這個位 你又要 你犯罪利太太那些 就不要叫我們去支持他 現在我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這麼做 都不要緊 我們現在留了很好的問題給周浩鼎 他回去跟他的黨 回去有研究一下 和周浩成聊一下 那今天呢 我們是非常之多謝他 多謝民建聯 青年民建聯的主席周浩鼎上來 多謝你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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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成功 ェre vive beach 縱 深 那 原段 節 軟